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问题就是分化社会是正常的或不正常的 A学生就说分化是不正常的 你看去年政治操作种族议题 还有整个的社会的分化之下就造成了社会的不安了 B学生就说等一下先不管分化社会 社会分化是一个现象啊 这应该是正常的 A就说你说什么 去年就是因为总统选举跟种族议题啊 整个社会被分化 我来美国40年了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严重的社会撕裂呢 很多教会也跟着撕裂啊 不能合一啊 所以小花老师才要谈这个问题 对吧小花老师 小花老师就说 我很后悔答应要讲这个题目 我觉得自己是自不量力 其实我是有写一篇文章 文章主要不是要回应这个 但是有部分回应这个 那我还会把它写完 那今天或许你们给我一些feedback 我就可以写得更好这样子 那我先简单讲一下 我不是什么社会学专家 但是简单了解简单讲一下 就是社会分化跟分化社会 社会分化呢 其实事实上呢 我们会因为不同的经济教育或地位等等 分成不同的社会群体 那今天除非你是在北欧 那种非常社会福利国家 它的均富发展比较好 或者你干脆就在那种超级贫穷的国家 大家都很穷的 不然社会分化是很普遍的现象 就是会有这样的分化 那现在在谈社会分化的研究上面 他们也会研究 比如说社会分化在性别上的社会分化 或种族议题的多元性 像婚姻政治主张都有 那所以其实用一个比较好一点的词 不能说好一点 或者大家会觉得比较多听的词汇 就是多元社会 那多元社会本来是就是 意思就是在鼓励接纳差异 大家能够尽量的彼此是平等平和的 那可是呢 当你是那个社会 你是那个主 你是在社会中 非主流的少数差异的时候 你会希望社会接纳你的不同 但是当你是主流 或你认为主流应该是什么的时候 你会希望那些不习惯的 你不喜欢的 你不赞成的 不要随便进入你的生活圈中 这个呢 这个呢是在疫情当中所兴起的叫泡泡餐厅 对不对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去吃过 那我们来看这个泡泡餐厅 那疫情的缘故嘛 我们就出现泡泡餐厅 每个人就关在自己的泡泡里 跟自己的群主吃饭 那这样疫情就不会传来了 你在里面就很安全啊 至少觉得比较安全啊 你只维持在跟自己认同安全 没有病毒的伙伴在一起 那其实呢 从社会的分化 还有传播理论来看 也可以用这个图来解释 当你在这个圈子里的时候呢 事实上 你在什么样的圈子 你就接受你圈子里的人 所传递的信息跟价值观 你会受他影响 那你也在这里面影响别人 你会继续留在这个 或者因为你想要巩固 你认定的想法和价值观 你就留在某一个分化的圈子里 那当你一直在这个分化的圈子里的时候呢 你就听不到外面的声音 你听不到别的泡泡的声音 一群都是同样看法的人 就更容易认为我们这样才是好的 跟我们一样的才是对的 然后呢 你就更难去接受其他不同圈子中的不同声音 而你要离开你自己习惯的泡泡 去加入另外一个泡泡 你就会越来越困难 越是长期的静音或者根深蒂固在那里 你就更难跨出去 你放眼看另外一边的人 你就会很难理解 哎呦 他们怎么这样 他怎么会这样想呢 他怎么是这样呢 我们很难理解另外一个圈子泡泡圈的人的想法 所以我们其实呢 也自己就常常在社会分化的洪流中参与自我分化跟分化别人 就我的第一点叫做我们应该避免 我今天每一点就是一个take away 保守合一的方法 我就直接讲方法 避免在社会分化的洪流中参与自我分化跟分化别人 当然不容易 我们就是人嘛 我们喜欢待在自己舒适 习惯或以为对的圈子中 可是我们已经不太去看到你 长期下来可能你有一些漏狭隘跟你的偏见了 所以这是第一点 就是我们避免 我们是不是可以先避免在社会分化的洪流中参与自我分化跟分化别人 比如去年的选举 也有一些基督教小泡泡圈子里的人就传递着这样的消息 他们说川普是神拣选的仆人 拜登是撒旦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 那撒旦 拜登当选呢 丢徒就要受逼迫 你们有没有听到我不知道 我是有人传给我看或跟我讲的 然后等到选举结果出来之后呢 还是有川普支持者的泡泡圈子里的人 就说从法官到法院国会到地方票所就集体舞弊 只手遮天做票让拜登当选 还有人跟我说我有证据证明他们做票 那我说你有证据就去检举 他说没有用啦 他们已经集体舞弊 这整个国家这么悲哀 美国已经完了 那我说那如果你觉得没有用 那你要怎么办 他就是很愤怒很生气 我现在讲的都是基督徒 当很多人说 美国这一次的 不是这一次 就前年 那个选举是40年来 对教会跟社会造成最大撕裂的一次 我同意 我也相信 但是我认为 很多的牧者跟教会领袖要负起相当的责任 我认识的一位资深的主任牧师 他在选举前 他就跟所有的会友说 每四年选举一次 你喜欢或不喜欢的都有可能当选 我们不 教会不跟着起舞 你要关心选举的议题 请到教会外去谈 对这个教会呢 从选举开始到结束 完全没有撕裂的问题 他们的会友也跟我说 教会都很好啊 你选谁都是我主内的弟兄姐妹 民主社会 自由有 我们各有拥护者 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怎么会有教会会去暗示或明示或直接的说要选哪一个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对的事情 这是我来美国才看到美国的教会可以这样子来在选举前告诉会友 暗示性的或有些是直接讲应该怎么选 我在台湾经历过戒严到解严 经历过台湾从不成熟的民主到稍微成熟一点的民主政治 至少是可以维持和平的政党轮体 我在教会幕会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谁支持民进党谁支持国民党 但是我们来教会就是敬拜 奉献多少的支援都非常的清楚 这是一个非常爱社会的合一的方法 我们教会全体就是传福一是我们合一的行动 关系社会是我们合一的行动 所以呢教会其实要选择参与社会的关怀行动 你最重要的是你不应该去跟着新闻媒体追 那我接下来的二跟三我要讲是第一就是教幕领袖 你不可以在我认为是不可以 我只能用请勿在教会操作选举风向 这是不正确的 你不可以去讲说因为弟兄姐妹不知道要选谁所以就来问你 那你就告诉他请他自己祷告后决定 你不应该告诉他你应该选谁 我会继续讲 下一点社会关怀行动跟参与教会全体应该一起事先祷告跟规划的 长期的年度跟特别的奉献 我记得有就是921台湾921大地震的时候 我的教会我们可以在一个礼拜就募款一两百万 我们就马上送出去 就是这种行动的教会合一的教会 看见需要社会需要的教会 那今天呢 有些教会并没有事先规划这个部分 那等到新闻关怀这些事件的时候 不管是种族的 你再去追着新闻媒体或时事跟风 然后就很容易有些人觉得 我们需要参与这个 我们需要参与这个 教会已经要这个还那个 你应该可以事先规划跟祷告的 那其实很多人 我特别讲选举 很多人关心的是选举 不是政治 政治在意的只是选举结果 对一些人而言 选举结果就等于他全部的政治了解 人所治理的社会 绝对不应该有所谓要支持某一个人 才是福音派基督徒的观点 因为就算这个总统或领袖是一个基督徒 政党政治都是以党的利益跟他的宗旨 主要是宗旨跟他的利益为考量的前提 这个总统或领袖也不一定就能 即使他是个基督徒 他不一定就能够带给你你想要的基督徒价值观的政策或理念 每一个政党都有不同的诉求观点 各有利弊各有考量 很多的政策甚至于是需要做政党协商的 这个就叫做政党政治 这上面的图你们可能最熟悉 当然就是有些人知道台湾的两党 这个民主政治之下的 所谓的这种 那美国当然是共和党民主党 那这个可能大家比较不是那么熟悉 这个是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跟工人党 那为什么讲这个 因为这个大家是华人比较多可以接触到的民主政党 当然新加坡长期来都是人民行动党在执政 那香港还太早 香港九七之后到现在的所谓的 当然不是九七了 当然他的之前他当然有他的政党 但是他还不是真的那么样能够形成这样一个 所谓的政党政治政党轮替的情况 没有那么容易这样子 OK 那我们来看就是说 每个政党本来就有他的一个政策 利益的考量 那民主政治的最大的可贵的地方 就在于他允许辩证 所以他用一个形式让所有的百姓都可以参与的 就是法案的投票跟否决 那前年加州选举 我想每一周都一样 你一定会有法案 你要去投yes or no 这样子 你的州一定也有 那去2019我们有13 加州有13个法案 那这里面甚至有法案是要去否决先前通过的那个法案 这样子 那这些法案其实跟我们的生活多多少少都有一定的关系 每一条 其实你都可以从正反两面去看 每一条 我不知道你在选举前 你有没有对你的州 所有要提的这些法案 你有没有去认真读过 了解过 祷告后去投票 如果你有这样子做 我觉得你就是一个负责任的基督徒的世上公民 我至少我没有呼召去当什么公职人员 政治人物 但我至少是一个尽忠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公民 每一个法案本来就得可以从正反两面来辩证 看你站在利益的哪一方 我当时在读每一条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如果是跟我有关的 对吧 我一定会投yes 对不对 或者我会考虑到在我的价值观上 我觉得是好的 我就投yes 那结果等到出来结果的时候 我也觉得这条怎么会过呢 这样子对不对 那我也可以下一次换我运用势力 我真有时间对不对 我再去把他提出来对不对 反驳他 我要讲的就是 如果你是一个对这种跟你的生活 其实比较有密切关系 有影响的法案 你在投票前 在2019年 你没有去看过 也没有去了解 然后那个整个选举过程中 你只是在泡泡圈子里听什么拜登 川普谁会当选 谁当选就好 谁当选就不好 然后结果又不是你要的 然后你就很生气 然后继续受伤或撕裂 我要讲就是说 sorry 我不认为你真的懂得关心政治跟社会 你关心的就是那个选举的结果 这不等于关心政治 有人会讲很漂亮的话说 基督徒要关心政治 如果你对于你自己在美国好了 你身处的美国 他的总统国会跟司法三权分立的这种体系 你都无法信任 你也不真的关心法案 那这个其实也不看别的不同的 另一方媒体的观点 其实就是留在泡泡圈的想法 华人真的最喜欢二分法 这个我完全了解 我小时候看台湾连续剧 我只想要很快知道 小时候哪个是好人坏人就好了 这样子 那我喜欢二分法 这个是好的 那个就是坏的 这个是属神 那个就属撒旦一样 政治没有这么简单 那你说我不知道选谁 牧师跟教会应该告诉我 不对的 我们牧师或者三权老师 我们不需要告诉你 也不应该告诉你 你可以祷告 你可以去研究 你可以去投 你这就是在民主政治中 你应该享受的自由跟自主 OK 所以呢 我要提出的就是说 请你先从了解 如果你告诉我 你不希望社会分化 我觉得好不好 先 你希望社会和谐 或教会和谐 你先了解 切身相关法案 是学习民主的第一步 信任国家权力的分立 是第二步 真的除非 除非你是在一些共产国家 或你在什么样的一个 特别的集权国家 Otherwise 你需要学习这些功课 你要跟社会一起来学习这样子 不然就更多的分化跟撕裂 如果你又不想了解 你又不想信任 那另外一点就是 我刚刚也讲的 就是避免二分法的 简化政治跟社会议题的思考 避免二分法的 去简化政治跟社会议题的思考 我知道现在 甚至于新闻有那种懒人包 是不是 最好你告诉我是什么就好了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 很好的负责任 有思考态度的基督徒 我们如果负责任 那你可以说我不懂 It's fine 但是要简化它 也没关系 但是你简化它后 你再去传递 你认定的绝对性的负面 放大负面的 我觉得这都不是很健康 很好的 那我 我跟我的父 朋友的父母辈 他们都是在台湾 经历过所谓的二二八事件 我们都有伤有痛 但我们不想恨 我的小学同学 她是台湾高居民牧师的女儿 那当年美丽岛事件 她父亲被抓被关的时候 她告诉我 其实她很害怕 她甚至没有办法去信任 周围的任何一个人 可是她去相信 神最终有最终的公义 她就是祷告 她说她真的就是祷告 她去求救恩领导 愿神怜悯 没有信主的人们 愿神去怜悯 分化跟撕裂的社会 其实我非常感动 因为她小时候 她个头比较高 她后来没有那么高 但她个头高 她坐在最后面 她也不是一个成绩 非常好的 可是她坐在最后面 她告诉我 她说她每一天坐在最后面 为前面那个每一个 黑压压的人头就祷告 她说她为每一个同学 信主祷告 我真的听了眼泪就掉下来 之前发生的 不管是对亚裔的仇恨 或者我们都知道 这个Floy的那个事件 那我们都知道 这些真的就是所谓的 这些就是叫做 不健康不正常的分化 我们最害怕最难过的 当然就是这样子 那我要鼓励的就是说 政治跟社会会撕裂我们 会撕裂人心 但是我们可以不要被他撕裂 有人可以歧视我们 我们可以不要被他们歧视 因为主耶稣说 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 你就跟他走两里路 我在三一读书的时候 事实上那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我觉得在我们那个年代 在三一读书的同学都知道 你们知道三一本来在 Dealfield那个地方 可是因为一群犹太人 他们想要另外成立一个区 一个village 他们就自己分化出来 然后为了人够多 又把我们学校分进去 可是他们要维持学区的 这个很好的一个achievement 那他们觉得我们的学校 只要有international student进来 不懂英文的小孩子 会拉低他们的成绩 我们当时就有一个 台湾牧师的儿子 你知道吗 学校那个学测的那一天 学习测验的那一天 老师叫他儿子不要来上学 那真的很受伤的一件事 可是我另外一个 印度的牧师的同学 他就跟我说 这个世上到处都有歧视 他无所谓 主耶稣说 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 你就跟他走两里 身为一个姐妹 我要告诉大家 在教会神学院服侍三十年 我们会受到某种歧视 或次等对待 其实都是有的 但是其实你不必那么放在心上 我的第二里路就是 我不用把他放在心上 当然如果歧视 带来暴力的攻击行为 我们都应该要责备他 谴责他们 所以呢 求神怜悯 我们可以不要被他撕裂 我们可以不要被他歧视 这些永远会继续发生的 人 对人的社会 会继续有的 他们想分化我们 我们可以不要被他们分化 下一个问题是 下一个是 如果你真那么关心政治 你真那么有负担 像我嘛 小时候我真的跟大家讲 我读了儿女英雄传之后呢 小学三年级 我就决定要学 十三妹卑贱去行侠仗义这样子 超级热情的这样 如果你真是这么热情 这么有passion 你有从神来的呼召 你就去积极投入 我都鼓励你 请你可以去参与公职竞选 社会运动 参与政党活动 你去做义工服务 我都为你喝彩 但是你不可以在教会 你不当在教会内的公众聚会 或共同社交网络上 寻求或发表你个人的政治 或社会主张的支持跟认同 你说我私下去请那 说当然可以啊 这样子 我知道当我讲这一点的时候 很多人就很喜欢说 你就是主张政教分离 我先讲 你最好 我希望你对政教分离 这个词汇 它的意涵 或它的争议 有所了解 我不是在主张什么政教分离 我最后会把我的神学一起讲 我要讲的是 在教会跟神学院可以不谈论 你要谈你去外面谈 我说教会跟神学院可以不谈论政治 在教会跟神学院可以不谈了政治 很多人喜欢用这种statement 教会要关心政治 所以我们应该要谈论或谈政治 但我却要说你可以不谈论 你也在教会里不谈了这些东西 因为谈论它是一个discussed discussion 如果没有充分的资讯 我的学生大家都听我讲过 no data no discussion 因为我不喜欢没有充分的资料 让我评估 然后你叫我要来发表意见 或谈论一个议题 我自己个人以前 不管在教会或社会工作 我都是在比较大的 有组织有效率的团队 我们不会浪费时间去讨论 没有充分数据或资料分析研究过的议题 所以呢我们通常会有一些 我们都会做过一些分析 如果我现在有个及时的议题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确实分析过 我们不随便带来掌执 我们掌执会50个人 我们会称为叫做副委 我觉得所有知道意识操作的人 都知道叫delegate 你可以delegate a committee 去好好研究 再把proposal提出来 让大家来讨论跟vote表决 你不可以在这里开一个无限制的 没有data的东西叫大家讨论 OK所以我回来讲 如果今天政治议题就像我刚刚讲的 它牵涉的层面很多 还有利益关系 弟兄姐妹来自不同的四面八方 各有泡泡圈各有背景 又不是每一个人都读完了 Wall Street Journal New York Times 还是The Economist 你读完了这些观点 你把所有的观点都综合起来 那我来跟你讨论 你来跟我讨论 I would probably 会愿意的 那我会建议另外一个媒体 叫The Guardian 我觉得他们还算蛮有独立观点的 这样子 我至少 我会在一些社会争议事件上 我会看不同媒体 不同角度的讨论 Fox我也读的 放心各位 CN也是 那你要谈怎么要有资讯 你不能告诉我说 我们要来谈政治 然后你又不懂 那我跟你谈什么 你有跟我谈什么 我们也谈不了什么 对不对 那你所谓的谈 如果是chat来聊 那我们大陆有个词汇叫砍大山 对不对 你要砍大山 那你是私下去 跟你的同温层的人 砍大山就好了 对不对 我本来就可以拒绝聊这个天吧 对不对 你不能跟我要聊政治 我有空有兴趣 你是我的好朋友 我们来聊聊 没关系 泡茶聊聊 砍大山没关系 那所以呢 我才会用可以不 因为好长时间以来 怎么会有人老是要告诉我们说 教会要关心政治 所以我们要谈政治 不懂有什么好谈的 而且如果我不懂 我拒绝谈 你应该尊重我不想谈 你要尊重别人不想谈的权利 所以我用可以 很多教会弟兄姐妹 他们单纯只想来教会 敬拜跟侍奉神 不代表他们不关心政治 不代表他们不关心社会 那很多人他们觉得 他们又那么懂 不想讲 不想谈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 彼此尊重的 才不会更多的分化 那所以 这就是我讲 很多弟兄姐妹 他不想被控诉 他不想谈 也不想要这样子 随便就讲说 你这样就是不关心政治 我不想谈 怎么叫做不关心政治 我不想跟你谈不行吗 你一定要人家这样讲吗 对不对 这也不叫做 主张政教分离 我再讲一次 这是很基本的尊重 那所以我就会讲 不知道怎么讲 就政教分离 这种二分法的逻辑思考 其实真的可以从教会秉出 那接下来 我要来举一个例证 我刚刚说 有人说拜登当选 就会被逼迫 那先前不是几年前 美国要通过 同性婚姻法案 不是也盛传吗 一旦通过基督徒要受逼迫 那那个时候我们学校还发起 每晚九点 每晚九点 所以我的基督徒 请大家一起 同一个时间九点一到晚上 然后大家就放下手边工作 一起祷告 你在你自己的家里或哪里 你就立刻放下手边工作 然后一起同心迫切祷告 说要让法案不会通过 我在当时我就认为一定会通过 那所以呢 我在晚上九点跟他们一起祷告 但是我的祷告是 主啊 有你快再来 这是我在主里跟他们可以和而不一的做法 我不会公开的焦虑的或灰心丧志的到处去跟人家说 哎呀 祷告也没用啦 一定会过的 我这样讲 那是会去影响一些软弱基督徒的心 或者我去说 主要再来的 我们要受审判了 这是唯言送听 主什么时候再来我不知道 对不对 但是福音要传遍天下吧 没有人问 我不会主动的去说 我的想法 我的看法 如果有人私下问我的看法 我会诚实说 我的看法当然有我长期阅读跟观察 政治跟社会的议题的一些判断 但是我有说 因为当时真的有人来问我 私下的 那我就说我们努力传福音吧 求主早点再来 对不对 因为主耶稣说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做见证 然后终结才会来到 我每天晚上九点 我认同跟他们在这个时间一起各自祷告 我的祷告是主啊 让我对福音更热情 对圣经更明白 愿我们将福音传遍天下 求你再来 愿你在世界掌权 愿每件事都按着你的旨意 按着你的时间发生 没有你的许可 这件事不会发生 没有一件事会发生 我觉得这样的祷告是我信任 信靠相信神的宣告 我觉得这样的祷告 会帮助我 不需要聚焦于法案的通过 后来法案其实通过了 我也没有去讲说 你看吧 我早就说了会通过 你们有些人可能知道 其实我在法案通过后 我是写了一篇文章 回应这个同婚法的通过 你们可以在学院下载 跟看到我写这篇文章 这样子 我想要借由这个例证 这也是我个人 不管是因为我有 家庭的政治的 或者我有媒体的 政论的经验背景 我会这样做 我觉得这是我们基督徒 可以做的 我们可以在祷告的行动上 合一 在观点的见解上 不需要一定要是合一的 我觉得教会是可以尊重 如果就算今天 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 我相信我还是祷告主 愿你再来 所以我相信很多牧长 都跟我一样 其实他们对政治 或社会议题 都用我们的看法跟主张 但是我们不愿过多的谈论 因为这是我们享受 也尊重民主社会 给我们有不同想法的权利 更何况我们不想以 我们是牧师跟神学院教授 我们的嘴巴是用来传讲 圣经神话语的 别人给我们 一个圣职的权威地位 我们不想随便乱谈 所有的法案都可以从不同的辩证 角度立场可以有不同的观点 任何人都不应该去要求牧师 传道人或同工 要发表对教会或政治议题 要跟我们整个教会要有一样的看法 才叫合一 所以我的第九点 take away就是 你可以在祷告行动上合一 请你 我们也可以接受在观点 见解上的不一 所以在描述基督徒的态度上面 你可能信仰的态度 你可能听过这两个英文 对不起 再加一点 九点跟十 就是被赋予权柄教导 跟传讲圣经话语的口 别人是我们说 评论是有权威性的 我们要谨慎 这也是我想跟所有的目者传道 教会领袖分享 另外一个就是 我想要提这两个词汇叫 Protecting Christian 跟Non-Protecting Christian 这样子 那我不是要分什么 三杨绵羊这样子 但是我们一般所谓的 叫Protecting Christian 就是指实践基督徒 也就是说 实践基督徒就是一个 我相信神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 有点像我们的院长 很喜欢说 然后主怎么说 我就可以怎么去做 那我想勉励也鼓励 我们所有的这些弟兄姐妹 我们应该要做 Protecting Christian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相信 神是在圣经上的真理教导 我们如果说我们相信 这不就是我们说我们相信 我们为什么不去做呢 就聚而去行动跟实践 这样子 就聚而去行动跟实践 那对神所默示的 应该都是最高的指导原则 那我就是觉得 如果我每次遇到一件事 我就想那圣经怎么说呢 那我就去信靠 要遵行圣经指导的 去当一个实践的基督徒 这跟属不属灵没有关系 真的就是 可不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基督徒 所以我现在举这样的经文 马太福音的五章 11到12节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 迫害你们 捏造各样坏话 毁谤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要欢喜快乐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 也是很多的 在你们以前的先知 人也是这样迫害他们 那我在听同性婚恋的议题 说会被逼迫 到拜登当选 我们会被逼迫 可是我马上浮现的就是这句经文 我想 哇 如果我因为 同性婚恋通过 某人当选总统 我信靠耶稣 我就会被辱骂 被逼迫 被捏造坏话 毁谤 那我不就是有福的吗 我是有福的 我想说 哇 我要真会被逼迫 那赵主耶稣说 我应该要欢喜快乐 那为什么 有些就少数 然后maybe只是少数 他们就焦虑的 在这些泡泡圈子里面 传递招了 我们要被逼迫了 那为什么不是这一句经文 让你觉得受鼓舞 受安慰 我常常在讲 我在等着 我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 我等着看 如果我真的有一天 会有人因为我的信仰逼迫我 可能我到现在都没有这个福气 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经历这个福气 这样子 那在去年 就出了这本书 我相信这本书 其实就是非常因应19年 其实也是过去这一段 就是19之前 包括美国选举之前 他写了这本书 叫做Politics After Christendon 这本书就去年出的 这个人本身是 这个教授叫David Vandranen 那他其实是西北大学的法学的博士 然后他也拿到Loyola的一个神学的 系统神学上的一个学位 那他现在是系统神学教授 在加州的Westminster的一个 Seminary California 那他在这本书里面呢 他就提到一件事 他说 如果从整个教会历史来看 那2019年 那种撕裂 那种分化 还不是最糟糕的 那他也说呢 他看不出来 他觉得什么叫做政治越来越糟了 什么社会越来越 基督教要越来越受到逼迫 的情况是越来越严重 他的说明其实就提醒我们一件事 叫做Christendon 对不对 我们会不会是太长时间 我们认为美国 我们在美国或西方世界 我们太习惯于 世界应该是以基督教的思想为主流 所以当世界变得越来越不 以基督教思想为主流 我们就觉得世界离基督教的 价值里面越来越远 美国在沉沦 美国在堕落 美国本来是以宗教立国的 那现在怎么变这样 我们开始越来越不能忍受 我们开始觉得我们会受逼迫 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不应该受逼迫 是不是主耶稣在讲的这句话 只是说给在基督国教前的门徒听吗 难道说基督教的国度是在地上吗 我们是不是把这段经文读成 对对对 耶稣就在说等他被定十字架 你们这些基督徒都要被逼迫 所以这段经文仅有效于主前第四世纪吗 可是我们明明都知道 我们的国度不是地上的 那为什么我们不想欢喜快乐 接受假设信仰被因信仰被辱骂被逼迫呢 所以其实我们可能在思考问题上 我们太习惯于我们应该要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度 我们以为这应该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 那我觉得他在书中提了四点 他用四个词汇主要这四个词汇来讲解 基督徒怎么面对政治体制 那我想这个其实也不是很新 但是很好的提醒 第一个 这个我们其实都应该知道的 就是所有的政治 政府的体制都是合法的 OK 不管你今天 好了 共产党统治的是中国 或者是美国的 现在暂时有民主党在主政 总统主政的一个国家 那哪一个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政治正体君王都是神 使他们合法在地上掌权的 那我相信这也是新约理的概念 旧约理也一样 这个列国为什么吃笑呢 那神没有说列国的王不是王 只是他们不认识神而已 那他再用下一个字来形容 叫做也是暂时的 现实地上的政治体制都是合法的 但也是暂时的 那这是堕落的世界里面提供的地上体制 以尽力的去维持公平和和平跟公平这样子 那当然你可以讲说某些体制之下就不尽然这样子 那真的在那些地方生活的人真的比较辛苦 也很可怜 寄予同情的求生怜悯的 那第三他讲政治体制 是共同的 不是为全人类的 不是为基督徒的 所以你不应该去期待 你的政府应该要是一个基督徒总统 然后就可以带来基督徒的国度 这样子 是为全人类的 但是他最后提的这一点叫做要问责的 所以你不用去焦虑 你不用去担心 你放心神在掌权 神会问责 那今天地上的国度都会过去 政治体制可能都会垮台 都会改变 或者重塑 或者政党轮体 那神会问责的 你应该要相信神使之 神让他可以存在 但神有在掌权 那他们都要对上神负责任的 这样子 那我们在这些伦理学的教授 包括这个学者 这个Vander 那他们这种伦理学教授 每次在谈所谓的政治社会的分化 跟教会之间的冲突或撕裂的时候 他们很喜欢用双国论或双成论来谈论 伦理学者会这样谈 那我们大概知道就是 OK 好 他们可能教我们就是 好 我们就是对天上或地上都要效忠 对吧 天上也要效忠 地上也要效忠 所以你对于教会里面的规范 或者国家的法令 你都应该要去遵守 这件事呢 我们就可以举大概前几年嘛 就是记得这个Kim Davis的案例 记得吗 他在Kansas 那他就是一个政府的一个 大概书记之类的吧 是不是 那他要发那个结婚证书嘛 那可是那个时候有some sex marriage的couple 来跟他 他就不发 但他其实不是不发那个而已 他是干脆把那一段时间 好像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我记得他是把那一段时间 他就全部不发 这样他就可以避免掉发给 same sex marriage 然后的结婚证书 那他的讲法是 他要对他的信仰效忠 可是你就等于是 对你自己的职位没有中心了 你就对你的职位 是不中心的一个状态 对吧 你就等于是这样子 那这个就引起很大的争议 对不对 那后来他也成为别人嘲笑的对象 那我要讲一件事就是说 他是不是在中心 他觉得他的信仰是 可是他的案例 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 我们看见我们怎么面对社会 那我先跟大家讲就是 国家的政治或宗教 你比较要去面对说 你如果觉得你不满这个政治体制 我的意思 或你身在一个回教国家 然后你受逼迫 你说我要离开 That's possible 那你可以选择离开 但有时候你也离开不了 对吧 你就身在某些国家 某些地区 那可能你可以选择离开 但你可能离开不了这样子 那但是我要提的是 我就用同性婚恋 双国论者 有些人就认为 那既然我两边都要维持和平和好 那要平衡的结果就是 那我们应该支持宽容 反正这是我在地上支持 跟我在天上支持没有关系 我天上没有支持 可是我不太知道什么叫做 你要支持宽容去支持同性婚恋 那双国论者 那我就很想问 那你的行动是什么 什么是你的宽容支持 支持同性婚恋去通过都没关系吗 我们的确在家里有个分话 说什么年轻人都是支持 同情同性恋 年长的就不支持不同情 我觉得你看吧 我就说不要用这种二分法来讲话 不要用这种二分法来讲 你可以看到现象 好像有这个现象跟趋势 但是其实它不绝对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去弥平 这样的一个分化或者平衡 那像如果你告诉我说 基督基于人道 他很人道关怀 反正他们过他们的 我们过我们的看到没有 双国论嘛 基督徒要有宽容有爱 你会觉得这个讲法 是我们支持同性婚恋通过没关系 反正他们过他们的 那这个讲法看起来没有错 但其实是不正确的 就一个基督徒来看 我先讲 我刚刚为什么最后已经讲到 一定是圣经是你的最高指导原则 那同性婚恋呢 在圣经是绝对没有支持的空间 它就是一个罪 我没有说它是最大的罪 它就是一个罪 你就是要悔改 你不能 你不悔改都不能进神的国 这个我们都看到 格林多前书六章九到十一节 然后我也还可以举很多很多的经文跟你讲 旧约到新约都一样 没有圣经支持同性恋的 婚恋的 那所以呢 我现在要讲 我不是刚刚跟你们讲 做一个practicing的Christian吗 那我告诉你们实际的操作 我希望我用这个最后做例证 来告诉大家 How do you balance 你在教会跟社会思考上 你可以做什么 你不可以做什么 你能去做什么 你不要去做什么 这样 我会做的 我也真的这样做的 就是一 我愿意关心 尊重跟保护 有同性恋倾向的人 不管他是天生的或后天的 我也有这样子认识的弟兄姐妹 教会并不知道 他们是有同性恋倾向 所以他坚持守独生 他不犯罪 这样子主内弟兄姐妹 我对他们既尊敬又佩服 那教会 所以我永远都讲 各位不要去随便问人家 为什么不结婚 为什么不生小孩子 这两个问题是 同性恋双性恋的人 都受不了 很讨厌人家问的 都不应该问人家的 这样子 那我认为的 不犯罪 就是他并没有去寻求 这种身份人认同 或者是婚恋关系 这种behavior的性行为 因为这是圣经清楚 指出的罪 他即使同性恋 可是他在教会里 他就坚持一生守独生 我真的有认识这样的人 第二个 如果我是Kim Davis 我会向主管跟同事 请求这类的业务 由他们签 但如果他们拒绝 这就是your job 那我还是签 因为那是我的工作 不代表我的信仰 但是因为那个是公务 那是公务职务 你懂吗 那是你job description 你一定要做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是做结婚蛋糕的 或我是一个教会的牧师 那我做结婚蛋糕 我的确可以用信仰为理由 我会用很客气的态度 跟他说抱歉 我的信仰上面 我希望你能理解 我无法接这笔生意 具体上你有权利serve 哪一些人 你不用扯到他的 他是同性恋 你可以讲我有我的belief 那我会有困难 那我希望你可以 我很抱歉 我很高兴你找到你的partner 但是我说我高兴 我不一定要给你blessing 那我就说我可以诚恳拒绝 你不需要去骂他是一个可证的 然后造成更大的冲突 跟伤害跟撕裂 同样我是教会的牧师 我的教会就说了 你没有婚前辅导 我根本就不给你做 我连场地都不借你 我也不帮你证婚 那这根本就没有什么场地 还有同性恋者可以来教会借场地 没有这一回事的 你可以拒绝的 什么是你可做的 第三个 家中亲友有同性恋者 与我一同出席聚会 或遇到孩子的同性恋同学或同事 我不会可以回避 我不会可以去参加我的亲友的同性恋婚礼 但是我在场合遇到他们的时候 我不可以回避 我怎么样友善礼貌的对待一般的亲友 我也可以同样友善礼貌的对待这些人 因为我现在在的场域并不是我的教会 不是我的信仰领域 第四点 如果有同性恋者受到歧视或伤害 我一样会关心谴责 加害者的不当行为 如同我责备那些有种族性别歧视者一样 这是我觉得你可以做的 那么我要讲的就是 我不会做 我也真的不做的 第一个 我不会在支持同性婚恋的法案上投票赞同 就算别人都投票赞同法案通过 我不会怀怒或满骂 第三个国度本来就是暂时的 对吧 有什么好浪费这么多时间精力去问呢 神会问责 神在掌权 神会问责的 第二个 我不会用人道立场宽容或基督徒的爱为由 去参与支持同性恋者的游行或活动 我也不会在网上发表这类的言论跟支持 爱本来就有很多种 你也没那么了不起什么人都爱 然后突然间同性恋你就来说 基督徒要有爱 第三个 我的教会不会有同性恋的牧者 也不会为同性恋提供团契 或为他们主持婚礼 这是不可能存在我的教会信仰的领域的 如果我的教会出现三 我就会选择离开 这应该是我会做的 这样子 其实第四点再补充第三点这样子 那所以我就一定会离开这样子 那你可以看得到为什么我要提出这种how 你可以避免分化 你可以真的很清楚的知道 你怎么样去辩证去思考 什么是你可以做的 什么是你不要去做的 因为那个判断的准则是 圣经的真理教导跟信仰属灵生活 我的圣经真理教我就是这样 我为什么不听呢 不做呢 那我的教会信仰属灵生活 你不能够这样子随便的去按你想解释的解释 OK 那 所以你说 那他们想信主 信主就要悔改 我酗酒 我吸毒 我也得悔改才能进神的国 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那同性婚恋者 同性婚恋者要在神面前悔改 那他们要自己去成立同性婚恋教会 那是他的事情 还是一句话 神掌权 神会问责 那我不想要只是从双国论跟 不是说只是从 就是说双国论跟双成论 如果没有很好的论述的时候 其实就会发生 有人以为 那既然各过各的 那我支持他没关系 我不会去支持那种东西 我会支持另外的范围领域来支持 那我也会有我灵巧的做法 其实主耶稣不就教我们灵巧 如蛇 寻量像鸽子吗 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学习 我们可以这样做 那我觉得 我更重要的要提醒大家 就是 其实不需要什么双国论 这种发展或双成论 而是事实上 如果你从圣经的神学里面 你去看约的神学 那因为我的研究是古代静东 跟圣经法条 从约的神学来看的时候 你要知道一件事 约中一定有法条 而约本身 它会实践的一个具体的场地 就是应许之地 所以在神学上 地跟法跟约是不可分割的 也就是说 当以色列百姓被救 神与他们立约之后 那么他们都要 他们要像一个神百姓的样式 是他们要遵行这些 神的诫命律例典章 那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约 那神所厌恶所禁止的是百姓 还有生活在这块地上的人民 包括寄居者 你都要遵守 你进这个地之后 你就要守这个约中的法 这是我可以告诉你们的 这个整个的神学 就是如果你要从心乃之约 去看这个概念 OK 所以地跟法跟约是不可分割的 所以你进来我的长运 你就要遵守我的法 你要尊荣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 所以不可能在应许之地 还允许你可以拜偶像 你可以去拜其他的神 那 所以我接下来这样讲 我举这样的例子 就是如果你说 在古代住在埃及的埃及人 有同性婚恋行为 他们在神眼中是可证的吗 是 好 那以色列需要跑到人家的面前 骂人家是可证的吗 他们来到以色列的土地上 你就要立刻骂他 你是可证的 你给我滚出去 不需要 他们不是约中之名 那么这对埃及人同性恋者 假设他们从此要到以色列地上寄居 要生活在这里 如果继续同性婚恋行为 以色列需要容忍吗 不需要 你可以请他们离开 但你不需要谩骂或歧视 其实不许 我认为约的神学 如果你真懂这个西乃之约的概念 其实他就已经很清楚了 所以我会跟弟兄姐妹说 你干嘛骂他可证的 他又不是约明 他们同学都说 可是圣经这样说 圣经这样说 你就拿去骂人吗 不会吧 对不对 那在新约也一样 我们是耶稣基督 宝血立约下蒙救赎的生命 同性恋者如果不信主 都是约外之名 可是 所以你不需要骂他们 是可证的 因为神会带领他们 我不能说管教 不要用管教 因为神会带领 这个归向神这样子 我们其实加州有一个牧师 你们知道他是从 我现在忘记他名字 因为我刚刚突然想起来 他其实在 他是被对同性恋者抚养长大的 但是很感谢神 他后来信主 他事实上认为 他事实上认为 他很清楚知道 No 同性恋不是圣经的主张 他也结婚生孩子了 所以我们也不要太快说 同性恋者孩子就会变同性恋这样子 我觉得太多时候 弟兄姐妹焦虑的 是命提示的一些想象而已 我宁可等到问题是什么 我会先想一些可能会发生的事 可是我不想要焦虑这样子 那其实他有在教会里的传讲 帮助人了解 神所喜悦的婚姻 他也帮助人去知道 我们怎么面对这个罪 我觉得很有意思 很好讲 他也写了书了这样子 那我借用陈宗道牧师 他写了一篇文 这很久以前的 应该是他的一个信息 他讲教会的合一 那他讲蛮长的 可是我借用他其中有两点 第一点和第二点的标题 但是我另外帮自己加了内容 合一不是统一 教会不需要统一什么东西 有时候我们太强调了 好像最好属灵人就是一个样子 什么和蔼礼貌 什么都不争不抢 那其实我想这就去辱家就好了 还要什么基督性 那耶稣保血不用流了 那好像别人跟你不一样 这人就不够属灵 好像我们只有单一属灵样式 其实他在讲和一不是统一 他是因为在针对 基督教为什么这么多不同的宗派 那我觉得是每一个宗派事实上 有他不同强调的神学重点 那我们可以彼此学习 有时候我们其实是太僵化的一些思考 那常常教会已经流 变成一种形式跟教条主义 这也是我们流失 比较多有创意思考 有活泼思考 有不同思考的人 我们其实没有真正在教会里 接受diversity 那所以我说合一不是统一 我很喜欢他讲合一不是统一 但他谈的是denominational的东西 那我觉得我想要谈的是单一属灵的样式吗 不要这样 不是因为他讲话怎么样 他就不属灵 今天好像也讲那个什么灵巧 什么每个都很有自己的想法 是我们本来就是 那你能不能够去接纳 能不能不要要求别人一定要是什么样子 这样子 我以前早期在教会的时候 你们可能不能想象 我以前工作 我在媒体工作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他告诉你什么 当我做一个执行制作的时候 那公司告诉你 礼拜天你去摄影棚 我们平常拉拉踏踏 他说礼拜天你去摄影棚的时候 他告诉你一件事 他说他叫我们两个执行制作 他说你一定要化妆 穿得很漂亮来 我说干嘛 你知道他讲什么 我制作人讲 他说我不要你在 因为我是执行制作 我是在现场掌控所有东西的人 节目是怎么操作 是我在负责的 那他说一句话 他说那些明星都很大牌 他说我不要你们 让他们喊来喊去 当小妹一样 他说你至少化个妆 穿得漂漂亮 就真的是 真的就是不一样 OK 那我记得我到教会的时候 涂着口红进去 真的是有人就来跟我说 你干嘛涂口红 为什么要涂口红这样子 那我就想涂口红有什么错吗 这样子 那当然那是早期 现在不会了 可是事实上我们还是会这样子 我们觉得他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 我觉得你爱穿什么 你不要坦胸肉背就好了 你不要拉拉踏踏就脏脏臭兮兮的 我觉得whatever 不重要的东西 不要叫大家统一这样子 那事实上 我觉得世上的一些政治或社会 unless 真的是 我觉得有些东西 它没有那么重要 你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 那其实你对国度都没那么认真 然后你对那些少数的议题 却花很多心思 那我已经讲了对不对 有兴趣去投身 就去投入 那第二点我叫做基督理的合一 那他在讲那个基督理的合一 有他的一些讲法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什么是基督理的合一 就是只有那种 就是所谓的遵行基督教导的真理 我觉得我们很多事情 真的从基督的教导 像我今天讲的里面 你可以注意得到 我一直有马太福音 因为马太福音在讲天国的神学 那其实主耶稣给我们很多很多很棒的原则 他讲了你为什么不听呢 我们听了就觉得 我们如果一起觉得说 对啊 他说我们应该欢喜 我们应该快乐 我们应该去传福音 那就遵行他教导 基督教导的真理 学习他的榜样一起来操作 我以前的教会 我以前在台北的教会真的很合一 我们就只有传福音 没有gossip 我们也不会来教会谈论 非教会以外的政治什么议题 我们关系社会 社会有不公不义 我们还是关系 那我们就用各样的方式 个人去支持 不需要要求教会要统一合一的支持 那另外第三点呢 我叫做先分辨后合一 其实也跟第二点有关 先分辨 其实他在讲这个时候 他在讲说 其实教会有很多是 就是所谓的 其实是 其实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 也真的其实是假先知的或什么的 你还是要去 他说要分别这些人以后再合一 那我觉得我改用 就是先分辨后去合一 很多的议题 很多的行为 我们可以分辨它 然后再来合一 我先讲一件事 我在网络上看到台湾在发生疫情之后 有人去攻击 你去攻击一些人的时候 你已经忘记 他们也是受害者 那有时候我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 或者有些人故意不戴口罩 其实你知道吗 很多人也在疫情中 你说你骂他 说你不知道 我们疫情这么严重 就是你们这些人 其实很多人都受伤 很多人都有很多的罪跟伤 那我们怎么样可以怜悯这些灵魂 还是有些真的就是来 真的是来捣蛋 来搅乱天下的 我们求神怜悯 所以我们更多的去思考 哪些是有关天国的 那我也跟大家讲 其实我觉得 什么分辨 我觉得真正经历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是最容易 最可以合一的 因为经历过重生得救的人 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 你认罪毁罪 你可以厌罪弃罪的 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你就比较能够去做一个实践的基督徒 那这样子的基督徒越多 在教会的合一就越有可能 所以最后12点 这个take away的12点 就是合一不是统一 掉在基督里合一 是分辨后的合一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天要巴天父 我们一起在你的面前 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 天父 这真的是一个破碎的世界 我们孩子刚刚听到的那个问题 我特别觉得有感动 我特别觉得难过 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教导 以至于弟兄姐妹 在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 他们就很快的跳进去立场的问题 阿爸天父 你的话语没有立场 就我们把立场放进去 但是有一些教导是很明确的 就你不要我们有同性恋的罪 一如你不要我们有犯奸淫的罪 不要我们有犯奸淫的罪 阿爸天父我们都是罪人 我的罪没有比别人的小 阿爸天父怜悯怜悯 我们虚虚多多的人 需要在你面前更加熟读圣经 更加清楚神学 更加明白我们的圣养 知道怎么样子 以圣经为指导原则 来帮助来活出 来真的行出一个真正实践基督徒的样式 阿爸天父求你保守 祝福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 孩子没有讲好的讲得不清楚 愿圣灵亲自感动 亲自塑造 亲自的来怜悯 愿我们在主里的合一 不是嘴巴说的 不是统一的 乃是我们可以合 可是我们不一定要通通一样 我们本来就不一样 阿爸天父 谢谢你帮助我们继续思考这些问题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这是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